大家好,我是来自苏州外国学校国际高三四班的瑞彭 然后我在艾特上了一期托福强化班 托福成绩是110亿,现在被昌达尔大学录取 我昌达尔大学的话,第一次去昌达尔大学是在高一探校的时候 当时我就觉得昌达尔大学跟其他大学的感觉很不一样 就感觉很符合我的品位 然后它就是跟其他,比如说哈佛耶鲁长青人大学有点不太一样 那些比较像旅游经典,昌达尔大学是个学习的地方 同时的话,它是在伊萨卡这个城市里面是个非常宁静的小镇 昌达尔大学的话是坐落在一座小山上面 我也非常喜欢昌达尔大学这种清静自然的这么一种感觉 同时的话,我也对地理比较感兴趣 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昌达尔大学最后一帝的原因 我在艾特的话是上了一期托福的想法班 然后的话也要特别担心艾特 因为的话,在此之前的话就是 其实我是对托福这方面真的是一窍不通的 然后在艾特的话就是我知道了很多 托福的整个基本构架,基本的答题思路 这么一样的一些东西 然后如果真的要说托福的备考和考试的经验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认真自己刷TPO吧 一遍一遍刷下去 像我的话就是基本上五十几套题 全部都刷过一遍了 然后的话还有一点托福考试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就是运气 对,有的时候就是运气也很重要吧 然后关于运气这一点 我只能说大家考试的时候就表现得自信一点 然后自信的人一般运气都不会差嘛 然后在习教礼物谱考试的同学的话 可以提前一点去考试 然后抢一个极力一点的柜子号码 什么110啊,115,120都可以的 我觉得特别灵 然后的话我也想特别感谢一下艾特的陈静老师吧 就是因为在去艾特上托福之前的话 那就在学校里老师一直说作文是我的短板 但是就是,其实就是在艾特,在陈静老师教授了我作文之后 然后也几次托福考试朝下来发现不但作文不是最差还是最好的用意都是发挥最稳定的那一门 所以我相信那个陈静老师的话也教授了我很多写作的一些基本的套路啦,技巧啦 如何快速的写完,然后并且可以那个得到高峰吧 所以很感谢陈静老师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我会用特别这个词 首先第一方面就是平时我的同学还有老师都会喜欢用这个词来形容我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也可以配合这个形容词吧 就是特别它的含义的话就是,其实比较广 有责任心,然后有担当,有进取心 然后的话,我在将来的话也会继续努力做一些超普的人 祝艾特越办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变迟 断口